接下来的范例 所以这一篇就是说就是我们之后 介绍任何 ARLAB范例的前置动作 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就算你用绿囊也是要装 这些也是要做这些一模一样的步骤 好 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就是文字对话就是 我们可以去自己下载模型载入模型然后用文字对话 那我们今天其实 也是用模型只是我们用指定的模型是用指定不是像这个可以自己选 去漏的一个模型来我们就是用指定直接来 选择我们要用的模型 那我们来稍微 看一下 他安装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其实是用一个这个叫NanoLM的专案 来修改而成的那 他这里就有写 我们的那个 比较 如果你是用HSOLUN他的 他的 Token For一个second 是这样 你看他如果是OLUN那就差了他会有三倍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每个模型他 就有不同的反应 等下有人要加入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叫LAVA这个 他就是有 可以进行图片辨识 那我们也有结合这个LIVA LIVA就是用我们的声音的接收啊 传输啊 传输啊然后再 传回来然后再播出来就是类似我们这种 那其实你看他这里就写我们其实JPay 5就可以用 那当然现在有新的功能就是用JPay 6会比较省机 但是越更新版越 越 越 省记忆体嘛 但其实也是有时候会有些bug 所以 如果你发现一个稳定的版本之后就 就 就可以先不要更新就 先用那个版本就好 那今天因为我这个目前直播 是接在一个大萤幕上 可能会有收音不好的情形 那 请各位建议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他的 官方的范例 他这个就是一个 大胡子他就是 那没有声音等一下 我来播一下声音稍等一下 我声音要重开画面 稍等 这样有声音吗 其实大家可以自己看没关系 他现在就是传一张图片 进去这个对话 字穿 他问他说他看到这个图片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图片里有很多水果啊 可以问他说这个水果多少钱啊之类的啊 他就可以分析这图片里面的文字啊或内容啊 看得其实还蛮准 甚至可以分 可以问他说这个狗的 种类是 什么 哈 哈斯奇跟黄金猎犬都答对 那甚至他站在山上也都 问出来 那这要注意他用的这个模型是13b 他这个 他可以分辨出这是什么树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logo说要去拿 这个 图片是我们 决生育粉常常用到那个杜鹃鸟 的图片 这也是 那个 谁有球 红色那个 对啊他就打对说红色的有球 好最后就是 就是 就是说这个有年轻的小孩在骑马 但其实等一下我们亲自 跑一下就知道是没有像影片那么顺畅 下我就来 示范给大家看 好大概就是 这种感觉 就是 你传图片来问他话 然后可以用语音 的对话 但其实 目前只支援英文 看之后被支援中文 因为他明明就有 在 在语言 语音系统那是有中文的选项 但等下我们大家来试看就知道 他登录之后就不行 那好 这就是刚刚我们的Nano LM的那个酷嘛如果大家有想要更 深入研究他的 一些API 的话就是点进去这里然后 他旁边就有一些例如你想要了解他的models啊 这就是他的 API的使用方法啊 或是你想要安装他 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最主要我们今天其实比较复杂的反而是我们的 语音 方面的传输 因为模型那些我们都 用过很多次 模型语言对话都用过很多次 那 主要是你要怎么用 我们的 这种web的 之间的传输 就是 我用笔电啊然后我传到 用笔电在网页上说话然后传回我的 hsoling 那就是收到声音 然后再把它 交到模型然后模型再回答回答之后再 再给我答案然后再 说出声音来 就这几个步骤是怎么执行的等一下会有张图来写在上面 我回到这里 那 在使用NamaSpeak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安装个叫 Riva Server的套件 Riva Server是什么 其实他这个 网页 就写说要安装 可是如果你 没有仔细看你根本 你就觉得诶这样执行 执行这个指令就可以不对他这有个 要这里 要star了Riva Server and test他这个sr的 sample才可以正确执行所以你就是点进来这 那你点进来发现 他这里怎么都只有说 如何开始使用你又要点进来这 你就觉得哇 那点进来之后你又发现他这个 教学就是给6.0用所以我才说建议使用6.0 那他这一开始又说又又重新教你是如何专达客的那个套件 然后这里又 这里 这就是重点这里 他直接叫你安装 2.12 这就是错的 你在6.0是没办法使用的版本因为自己的版本 测试过 他这个2.12是会出现bug的 不是bug是根本没办法启动因为 他这个有对应的版本在哪里就在这里 他有Vision History 等一下登录我先不要登录因为 等下登录就发生 一些问题那我先得 最后要 给大家看的时候再登录 那我就先 看一下这里 就是你再安装完 这个他会 先开始设定 这里要记得加速度 那其实 我有写一篇 我之后会写一篇文章 其实你也可以搜寻一下 这个 这个 对应法 然后 搜寻 Jerson 嘿 他之前就是我们常常用的这个 一个 撰 Jerson 专家级的人物 他有很多 Jerson的专案可以 看 那这也有写说如果安装这个 Speech AI 他就是 这就是 他就是 你就可以照着安装 可是 这个也是用旧版所以 可是他的安装步骤是 比刚刚那里清楚易懂 那因为有些人的 AGS Olin有可能 连那个都没有 连 连Pipe啊或是那些其他套件都没有 就是要重新安装 那装完之后你要 启动不是装完就可以他就预设启动 他预设是不会启动那装完之后要启动才可以进行那个 我们这里的交谈 那你装完之后大概可以进入 这里去测试 这有些测试反应 如果测试都成功了例如你可以问 可以转文字转语音啊或是语音转文字这样去 测试他的内容 那基本上我测试过就是你用6.0 可以转2.15或2.16 都可以 这里有 范例的 这里 现在都锁起来 我等一下再开 因为我现在 开的话范例我就不能执行 不能执行中文的范例 那我就先讲 这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网页嘛 那就是你就点进去照着他的 转 是 可以的 只是你要注意要 一定要转这个REVAS 这可以跑语音的 输入输出 如果没有跑 没有转这个就是可以用文字对话也是没关系 那这里就写他可以执行的专制 不是只有ORUMNS 16G 注意一定要16G 因为等下我们跑 他就会用十几G的 关你关开server加 加这个状态就会跑十几G的 记忆体 所以一定要用16G以上的ORUMNS 然后当然是HSORUM32G 64G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32G 所以等下我们就用他预设的这个 7B模型 刚刚我们看的影片 根本不是7B所以 其实 他用13B 他应该是用64G的HS 所以会比较顺 我这个32G还是有时候会有点卡 那没关系 想要顺的人就是客金去买这个最高阶的 最高阶的在卡就是他的专案问题 就不是 你的设备问题 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转 那个REVA 那在转REVA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那个LamaSpeaker架构图就像 现在这样 那 其实我有大概 刚刚就讲过嘛就是你先可以用语音的 那个 用WebStarket的 传输方式用 就是我们预览器 就是你用笔电开元器 然后用笔电的麦克风来收音 或是你接USB的麦克风 然后经过REVA 这个ASR的方式传到我们的 LM 的模型里面 然后他在解读 他在输出 输出 他的回答的问题 再传到我们 浏览器的 记录里面 那 他这里也是要经过一些分析 那因为这个字比较小我就 直接 直接开 我刚刚问的 我刚刚有问那个 ChimpGPT的 答案给大家看 稍等一下 ChimpGPT也是可以 读这个图片来回答嘛 所以 这样直接 例如我刚刚这样 我丢进去然后说帮我翻译跟解释这张图片 然后他就会 你就可以翻译 好 那这个图片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音讯输入阶段可以用预览器的麦克风或是外部麦克风 刚刚我讲的 然后这些 这些 说到的声音会被传到那个LIVA的S 进行 自动语音识别 然后识别完了 那那个文字 通过website里传到我们的语言模型 然后语言模型根据接收到的文字 然后生成对应的回应 然后再 回应传到这个LM outboot这里 就是我刚才说这里 好 那这传进去之后在 在处理的时候 在 应用这个LIVA TTS TTS就是 文字转语音 他就会有 输出回答声 刚刚那个影片中 然后回应的文字会被 存到我们的预览器 就是我刚刚那个对话框里面的聊天记录嘛 以便使用者查看追踪对话 然后 这个LIVA TTS就是 文字转语音的部分 语音就送到 我们的 混合器 它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个混合器可以选择 你要用什么样的语音输出 男生啊 女生啊 什么声调之类的 输出阶段就是使用这个TTS 可以选择 使用 其他的音讯 其实 这其实蛮多产商都做 只是这个 NVIDA把你所有的 这些都混合在 你不用一次开很多 东西来 混在一起 然后只要 透过预览器的喇叭 或是你 AGS外接喇叭就可以播 好 这个实义图就是在介绍在ODY平台上使用音讯输入辨识处理 转换的完整过程 其实这个 原产网上都有大家就可以点进去看 就在刚刚 这个里面 拉下就有 他也是有大概介绍一下 好 那介绍完之后大家就可以来体验一下 Liva Liva的功能 那 其实详细的安装我其实有找到在这里 他就缠的蛮深的 你要去搜寻Liva 然后他有QuickStarkKit 那其实他不只可以专 专载 Jetson的专制 他其实一开始就 不是设计专到Jetson的专制 他 可以专到很多 只要NVIDIA 他 晶片的电脑都可以 那 NVIDU什么A100 那这个我们当时不太可能碰到 我们就 还是讲如何专到AGS All in Sun 好 往下拉码 他一开始就说 我们要用这个NGC来 注册一个 账号来Dunload的 这个 2.16 然后再来注册他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去 注册了 那当然我今天不用叫注册了 就是你反正你如果要用这个翻例你就要去注册NVIDIA的开发者账号 才可以下载然后 他等一下最后还要登录一个API Key你才可以使用他因为这个是NVIDIA的 服务嘛 你当然要注册他的账号就不为过 那你 下载的时候就是 移到他的这里然后去启动他 启动他就是 这里记得要加速度因为之前没加速度有时候会不成功 那在起震的过程中就问你一堆 问你不是一堆啊问你一些 问题 就是说你在这个伺服器呀要什么 东西呀 就例如 像我这种画面 那这个我之后写一篇文章整理一下 因为他常常在改 我之后等 稳定了之后再写给大家 他就是会问你这个API Key呀 那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API Key 这个大家先 反正我会晃没关系 API Key然后你要存成什么格式 Json 然后你的 你的服务器要哪个之类的 都全部选完 通常应该是照他预设选都可以 选完之后他就会 要再等一阵子要看你的设备 如果我 AGS All In 大概等了10分钟 他还要下载这些整包套件 你在注册的时候他就包 包含下载套件 你不刚刚这些只是 刚刚这个下载这个 这个2.16的包子是 他的安装档 你在执行这个 这个的时候他才是真正安装 那这时候就要等很久 例如我用AudioNS就可能要等了30-40分钟 他那时候都是 需要网路 而且档很大所以建议使用有线网路 或是你无线网路要用快点 好 那下载完 因为大家也不可能马上下载完 那我们就先来体验一下他的Liva的功能 等一下我先关掉网页开太多了 稍等 好 那我们点进来 重点 就从这个体验功能这里 他就是 先介绍我们Liva是什么 那往下拉 这就有个 CLiva 就是 好 现在目前我是没登录所以有出现很多语系 那等一下我登录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只剩英文所以现在先不要登录 我们就先用英文来测试看看 那我现在是用我这个耳麦来测 大家可以先开网站来试试看 如果英文嘛我就说 哈啰 哈啰 anybody 那我这时候说中文有人在吗 他是辨识不到中文他就是根据你的语系去选择 你的 被侦测的语言 好 那我们接下来换中文看看 那这个是没办法 没办法输出成档案 他就是只有文字呈现这个因为他只有给你demo 给你示范一下 我们看一下英文 说错中文 但他中文就只有简体字这比较可惜一点 没关系我们再来试看 你好 有人在吗 我现在要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做范例 像我刚刚说做范例他就 可能我利说太小声他就 一直没征承 所以其实他 没关系就是 有时候会争承不好 但毕竟是 中文嘛 就这样 好 那如果大家 有兴趣可以试试看 那我再换这个 文字转 语音 那我先用预设的声音 来 这个好像就只能用中文 我看一下回说 再使用大型语言模型 好 看到各位说出 中文 没有 那我用英文试试看 好 这一想断就好 看一下 没有 没有声音 那没有办法 他这个就先不要示范 他可能 有 bug 那 另外一部分就是 可能我接荧幕他可能没声音 那 我换这个 换个声音 是没有 是没有 那我再切回这里 这里看到其实还有很多语系嘛 例如我选日文他有时候就会 不是有时候 是 他这个 有时候 就会坏掉 有可能他根本没有释出 那么多的语言模型 因为那都是钱嘛 不可能免费一直给你用任何语言 有可能或是你的他赚的IP 可能你要在日本他再给你用日本的IP 他竟然还会跳出验证 稍等 不重复 这个测试 这就是功能智慧他就是一直要靠你 这个 再一次不行我就补测 他根本不让我用那就是确定日文是我是没办法用各位可以去试试看 你们可不可以用 那就是这就是很明显的REVA就是 看你要怎么用 那其实他里面还有 这些 这些文件那今天我就先不介绍这个 今天主要是要介绍怎么结合在一起嘛 那这些有个范例啊 来看一下 网页都跳掉 他原本应该是一个课程那没关系 按三页 我们就直接 他这里还有一个 那如果各位使用什么问题 伺服器怎么不能用 他这里有个论坛 你可以去这里问问题 他这里会有MV的那个工作人员 会来这里回答 或是他这里也有一个 可以说话的 这时候我就登录 他就会说 你这个要填出你的email 那我从外面登录 稍稍等一下 那我想 各位观众应该也都有MV的账号 你就直接登录之前注册账号就好 那这个跟课程的那个 DLI的账号是不太一样的哦 如果要用的话是 再去注册一个 那 我看一下登录之后可不可以用其他语系 KONNICHI 好不行 他他他他就是不但 他只能用英文跟中文 你好今天天气也很好 好 可以 那大概Liva的 操作就在这里 体验是 这样 那 这有 在这个 Liva的安装方法这页有各版本的 安装跟这个 操作说明 你看他说 可以用的GPU有以下 哇这个 我随便找一个 应该是越下面越便宜 看一下这个最下面的L40的 这个价格 不得了 这点进去 这价格是 应该公司行好才买起 那这个我们就不用看 那就是伺服器 他就是用这种伺服器等级的显卡去做 大型直接推论 直接把server当做那个 我们的这些语音对话处理的处理器 好 那我们就直接往下拉 这些其实他都可以装到X86也是可以啊 只是我们今天是装这个Olyma 所以是就配6 那我们要 看一下他的记忆体你看关这个 我们的语音的SRmodel就用了2300 那我们的NLP这个语音的又有1800 随便加就快步 全部加起来就需要 记忆体哦 这不是 这不是硬碟哦 这是用的差不多快9G的记忆体 就是说你开启这个server 就要用那么多 那你 Olyma Nano才8G 你不可能 你关开这个server 就没办法再开另外那个NamaSpeaker的 的那个系统的范例 那这些他就是 其实你装上JPEG 都办装好 所以这些都不用看 那你就只要拉下去说 你要有哪个版本就看出这里有 有什么版号 或是 回到我们上一页 在这里的 Quickstart这里 抱歉 刚刚没登录嘛那我现在登录了 大家会有说我现在是用什么 他说我们需要登录这个 去这里去看他的 对这里有个 CLI 如果你不想用网页下载需要用指令下载就要去专这个CLI的套件 那例如我们是 Linus 就是用这个 然后去专他的套件他就是可以直接用指令的方式下载 下载完之后就直接去 去我们官网看一下他的 资料然后就可以安装了 那就是唯一要注意的点就是我们就被专是要装2.15以上 那在这里有个 像我们刚刚没登录嘛这也是没有看到他这里 在登录也是 应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各个版本的载点 等一下他要登录 两次 那你这时候就是要选那自己的你这时候选的 区域 区域 等一下你注册那个绿巴斯沃的区域 你选了 我请这个网页有点卡 他不知道有什么格式跑掉反正就是选了他这也会有个 看清理就按继续 那你就会登录 那这时候就可以看有多少版本 然后他这个格式又跑掉 好 抱歉我现在是用大萤幕 字比较乱 那这里就会说有这个版本 那其实用这三个都可以在JPay6跑 JPay5 我是试说12比较稳 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下 那装好之后就是 需要注册这个AVI KEY AVI KEY5这里有个连结 如果各位找半天找不到连结 其实 点这里 或是你 你在你的 NVIDIA的开发者账号的网站上 其实按右上角这里就有一个 这个 然后就可以进入这个连结 然后 你就按这个 AVI KEY 那我现在就不要建立心 因为我怕等下我旧的就不见 你建立完就会在最下面这里 跳出一个Key 然后就复制了Key 然后到时候他注册的时候 就会问你说你的Key是什么 你就把它贴上 然后记得 NINOS贴上 一样是空白 所以你不要 怎么贴上半天都没有看到任何的Key 因为他贴上他的Key是 就跟密码一样不会显示出来 然后 例如就是这个 我现在不要看 贴上去他就会 跑一些设定 然后就按照这个填 预设就好 就是我刚才说这个 你的伺服器是刚刚选什么就要选什么 例如我刚才是选那个一堆乱码那个 或是 另外一个 你就要是根据你的选伺器填上去 通常是使用第1个就好 填好之后就可以按 所以应该就很容易 等到安装完成 好那 其实NVIDIA还有 出另外一个语音的范例就是这个Whisper 他就是 OpenAI自己出的语音的范例 那他 我这里就顺便介绍一下 13分钟那么 快速 讲一下这个 因为这个跟今天范例其实 没有太大关系他就是可以用这个语音来 做 文字转移 那他是用这个 JubiLab来跑 那因为他就 只能讲英文所以 我 刚刚那个网易就示范过 他跑的时候还要下载一个语言模型 那现在就先不下载 大概就是执行完就说你要在录一段音然后他会帮你 辨识出最后产生文字 那因为这个比较不及时 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照这篇 这个网页去做 好 那 范例列表使用许子我刚刚说我有写一篇文 之后会上 那JPay 6.0的方法已经写好了 过几天应该就可以上 那比较的文章就 像这样子到时候会整理一个表格 然后就说例如 就介绍这个 这个是 Denation Web AI这个 可以用什么 设备 那什么设备可以使用什么缺佩版本 因为之前 有人在问到说为什么我的设备没办法跑某些范例 因为他这里都有一些 需求例如你用JPay 6.0跑这个 文字对话就只能用最小的7B模型 那当然其他就可以用大的模型 那往下看这LAMA Speaker就完全不能用 Olinano 那因为这些 资料网络上也都有嘛 可是大家有可能 太多范例都不知道怎么找 我就把它整理成一份 这种 文字 这种比较 容易阅读的 表格 那我就在 再 带一下这个 Olinano就是另外一种的 文字语言对话 也有这种网页 那再往下拉 这个miniGBT4 其实他应该好像已经 在那个器用 你看他旁边已经没有出现 那个在列表里面 那他 就是辨识图片的 聊天 那他其实也是可以 也是只能在 NS以色用 那这个就 重点讲一下 那这个LiveLava就是之前我们介绍过就是 可以即时辨识你的 摄影机画面 现在做什么动作 看他比2 发现他比什么 P10 之类的 这个 也可以在 Olinano 可是要都要用最小的模型 因为我自己在Olinux Power 就不能用 AGSO6的模型 这个各位要注意一下 那影像生成就不用多说 这个示范过很多事 那这些就是视觉的辨识 他有一些有些比较 需要大模型的像这个 SAM 就是segment anything 这种图 政策这种 把所有的物品分隔不同颜色 这个也是要比较 大型的记忆体 像这个 你看那个 区分成 超多种颜色就是 这种 比较细的 他轮值 不只你可以 辨识轮值 还可以在轮值外面的轮框 辨识 只辨识 轮胎不要辨识轮框 这种 比较细微的模型就需要更大型的 设备 做比较好 这个RAG 这个 这个之后 之前有上课讲过 那这个 我就不多讲 这个就是 比较 用检索 真诚生成 其实他已经有个范例 叫 Jetson Copilot 那这个不是 我们微软的那个copilot 这就是在Jetson专制 跑的copilot 跟微软那个是 其实 看起来功能差不多 那 他不是在网页上执行 他就是在我们本季端 那这个之后如果 各位有兴趣再介绍 那我们 今天就先来跑一下 其实三次也跑过 这个就是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就是如果你要用 JPay 6就是要用 2.15以上 JPay 5就是要用2.15以下 来一次 这个 它的版本 那如果你要用OGNNS或OGNALO来跑 那这个 这个范例NALO是不行的 其他范例你觉得为什么OGNALO跑那么吃力 就是要去来这里设定 例如暂时提供他的桌面GUI啊 或者是 关闭他的一些 其他比较没有用的server 服务啊 再开swap 开到16G啊 之类的 来节省他的 记忆体用量 这个就要注意 稍等 那最后这个 这个刚刚介绍过就 先 就是他可以看到我的手 目前在打 笔电嘛 那如果我拿手机他也可以看到 也可以看到我在拿手机嘛 就这样 那现在就是你看我都没有拿电光电线就说我在用笔电 那下面有一些参数可以调 那我拿手机 过来就说 那他就说我现在拿一个 缝在手上 那会随时认测我现在的影像中的画面 好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方例 那我就先来示范一下因为可能 声音不好我就先 先文字 一开始要先开这个Libar server嘛那 我现在已经开了我把它关闭 那各位要注意哦就是 你按这个ESIT离开他其实没有真正在背景关闭所以你看他现在也是用的 叫居的记忆体 所以 我把它放大一下 这个画面被挡住 文字放大 例如我要启动他是这个 Revars.sh 这个 我现在卡住 我开一个画面他好像有点卡住 看来没办法 放大字 抱歉 因为他这个字一放大格式就会跑掉 你要先移到这个 我们刚刚有说要下载Libar quick start的资料桨 先移进去 然后再来 执行这个 FaceLibar start.sh 这个是因为我都 安装好 我都安装好之前的步骤不然 他不是可以马上启动的状态他是要先安装然后再 Start 然后出现这个就代表 进入root 然后代表这个 这个语音的server已经被开启 这时候看已经用9G了 那我再开这个LamaSpeaker 的放例 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网页这里 在这个LamaSpeaker这里 不是第1个 第1个他是要用自己的模型 就是用LamaSpeaker 去找他的 Token 这里改成的Token 去执行 那我们就用他预设的 Vila 7B这个模型 直接复制这个 然后贴上去执行 Enter 如果是第1次下载他就是会 下载Duck 像我已经 Duck下载了他就会跑一下 那这要稍等一下 因为他要载入一些 参数 好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网页 他有说 哪些模型可以使用 在 在 那个 那你就去看说你要使用哪些模型 例如LiveLava的模型就 在第1页最上面这里 有说 像我们今天是用这个Vila 7B嘛 那如果你 如果7B没办法执行 你可以换一些小的 这个1.5 V1.57B 或是 这个 Vila 2.7B啊 看他 在Odinario 8G上就是要用这些比较小去跑 好 看一下他跑好没 他出现这个红字是正常的就是一些警告 上面他跑了一些 设定 然后就会跳出这个网址 大家注意这个网址一定是https 你打https是没办法出现在网页上 例如我 打http我把s删掉 因为他是有个语音传输协定是没办法有s的 没办法不用s 好啊一开始跑出来是像这样 那我先来问他一个问题 我今天问 Hello Who are you 那因为预设他是没有声音的 没有 没有 没有麦克风声音 那我就先 设定一下 麦克风就预设 那播放我用我的这个大萤幕的 声音那可能这样设定我等一下声音会跑掉没关系试试看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他真正好坏 Who are you 好 我先就是收音有问题 Who are you 他收音有问题所以我就先用打字的没关系 那个是 他真正好坏 那我就用打字的问他 先把这个关掉 稍等 现在卡住 例如他现在显示这个 我把声音调成这个 再问他一次 这是 文字转语音 那他 他就会说 他是机器人嘛 那我问他中文 看看 看能不能回答 读取中文 读取中文 可以 但你 听他声音是没有 好他很吵 我先把他声音关掉 他是没办法说 中文的 因为仔细看这里 全部都是 USGB 这就是 没办法说中文的 那没关系 我们就 看他之后被更新 那最后再测试 刚刚那个 刚那个人有 有丢图片吗 那我来丢个图片 看可不可以认出这个 我的 花束油怕的 皮卡丘 我们就直接问他说 这个图片是谁 来 这张图片是什么 看看可不可以用中文回答 好 例如有时候问这个他就会卡住 那你就很吵就关掉 这里有个喇叭 你就按那个喇叭 他就不会 他就会暂时 静音 那如果我 我用英文问他 看看会不会 认出这个 是什么 他就有时候就会这样卡住 那没关系 卡住我们就直接在这里 按砍就细中断 然后再重新执行是 因为他 有时候是 会卡住 好 那我们就在执行是 他就是按 这个 按上就可以再重新执行 好 那其实我是可以用小模型那因为 因为我还是用 他预设这个模型来跑 因为可能是接这个 外接荧幕他就收不到声音 没关系 有时候的你问到错误问题他就一直卡在那无线循环 那可能是目前这个 模型还要改进的地方 因为毕竟他示范的时候都是问中文 那我一问英文他就 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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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溃 那没办法 重新整理 然后一样 再试一试皮卡丘 可不可以丢进去 那我直接问他英文 只要问他这是什么颜色 在 这个 喔 那这次他就答对了他说他的 他的 他的是 叶楼 看来他只 他有时候会认出 因为有次有成功回答出皮卡丘 那有时候他会回答他是卡通角色 那就是 这模型就随机性就这样好 最后就是我们今天 AI 那其实他 你看他有个 就是很多更新的翻例 他甚至有把 Yolo Viva 把他写上去 那这个我目前还在使他 因为他不支援 所以比较麻烦 那之后的我各位有兴趣再介绍一些其他的 比较 好执行的翻译给大家看 那最后可以加入我们LINE社群